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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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刚才跟网友朋友说 我说今天就是挟着单位的几位同事来 我说概概不属于我们单位 他是我们合作单位的 一个人给弄到外面 我们也算是有合作的好吗 警察和警察 对刚才看见许子齐了 先把他拉进来 接受上麦 这个接受上麦 这怎么感觉特别像那个 像要喊麦的感觉 麦克风低到你手里了 小雄冲吧 他关了静音吧 你真的你关了静音 你直播你真棒 你真的是我头一次见的直播关静音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把耳机取得吧大哥 你不会是在跟我们抖包袱吧 你现在所有说话都是在 演一个没有声音的状态 演技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这很好很好 所以今天呢 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节目 就是熊子齐直播 给你演一个无声版本的直播 你把耳机取了 哎 盖盖你懂唇语吗 我真的很难懂 这个警察这个职业也没交过我这一块 交给我 我来看看他的唇语 他现在应该是惊讶 操作太快了稍等一下 你看我师傅来了还不让进 用户连麦需要更新 不见了 我怎么生气了 下线了 什么意思 怎么都走了 都走了 真的是 干的漂亮 你的团队呢 你的team呢 我的team 我替我而去了 那今天变成我们两个合作单位的这种 这种solo了是不是 好像是这个节奏吧 等会儿啊 又来了 我看一眼啊 重新结束联麦 接受上麦 我师傅来了 我师傅 你干嘛呢 从什么费劲进来 你在哪呢 我骑车呢 我把时间记错了 所以我赶不回去 我在外面骑车 结果一看时间来不及 赶快找了一咖啡厅 就连上了 连半天你也放我去 啥事啊 你记成什么时候 你记成明天了是吗 没有 我记成八点了 时间记错了 八点开播 我记成八点连麦了 你看我师傅一来就带着广告位来了 真棒 八点是什么 是白色城堡在这个 电视和TV上线 可以可以 小熊你还是没有声音 要不然你听吧 你去写字 拿个纸写字 然后给我们 小熊 小熊为什么是定格的 他演一个卡和没有声音 无声表 卧槽你演的定格演的太棒了 一眨都不眨 眼睛 哈哈 吊架直接卡掉 哎我头只晕 哇塞 怎么了 骑了多少公里了 骑了我看看 十四点几公里 哎 师傅你骑的是你儿子那小自行车吗 你太辛苦了 你能骑十四公里 真的是 这个 这个小吃 这个小吃 哎呦 累屁了 哎 要聊什么呢 你擦大汗你别感冒了 我说你擦大汗你别感冒了 还好 还好 找了一个被风的地方 它这是黄浦江的边上 刚才我想在那边 好像景好看点直播 后来不行 风太大 我就到里门来了 到里门这儿还风小点 哎呦 累屁了 聊点什么今天 忘了 靠你了 PPT也没给你啊 给我了给我了 没带 我重新来一下 让他们发的另外 他们发的那个号 我就 我就一登录 我就不敢上那个 不敢退出了吗 不是 靠你了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有你 按线了 等一下 小熊你解决问题了吗 小熊你依然 演定格呢 他还在眼睛呀 你快说话 试一下 试一下 不行我眨眼 他这是霜呢 我看他眨眼了 这 你都给我失货了 我把 我把事事先拉上来 我猜 小熊什么情况 哎呦 小熊哥也来 先都脸上来吧 嗨 哈喽 十女人数把你拉早 我看你还吸油呢 啊我太累了 熊哥哈喽 好 今天是 哈喽哈喽 你从头开始吧 行啦 哇塞 别从头开始啊 你都继续就行了 从头再来一次 这个大家还是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除了概概是我们合作单位以外 其他几位这个老师都是我们单位的内部人员 对不对 然后就从这个就这样的顺序吧 大家顺序应该一样的 然后都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看你公园 你公园好了 那个王耀明 然后下一位 下一位是谁啊 是你 下一位是你 按着全部数据来 大家好 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医生的警察 在白色城堡演的时梦 不你是病人 什么你别举头 你是患者 下一位下一位 嗨大家好 就下一个这个存在了 我是谷松原 在白色城堡中饰演鹿夜 鹿青 鹿胖 那时候很胖 鹿胖 你是在骑自行车还是在骑摩托呀 现在骑自行车呢 车在后面 我在后面呢 没赶回去 我就找个那个咖啡厅直播 哎呀 下一个 下一个 等我 诗诗呢 来了 小熊 哈喽大家好 我 我 我 哈哈哈哈 我喜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诗诗 我在戏中饰演的是包小天 呃是一个女医生 呃是一个女医生 然后对 别把三色城堡要不出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哈哈哈哈你让我看一眼你让我看一眼 诗诗 别说串了 诗诗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呦我 下一个是不是该我了 左边那个那个怎么这个花呢 你徒弟不行啊 你快来吧 我我我徒弟咋 你徒弟在演啊 定格 嗯 嗯 嗯 哈喽大家好 我是高欣 在白色城堡中间 饰演的是祖文达 嗯 那个名字 那个一号一号位的主持人 咱这趴过了呢 还是等这个画活过来呢 哈哈哈哈 这画一直问我活不过来 先帮他说了吧 哎他又掉相了 哎 哎 他要唱歌了 啊那你唱吧 唱吧 再给他接上 看他们回来 他真的他是在哪直播呢 哎 他又回来了 哎活了活了活了 活了 这个画活了 那你介绍吧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那个刘飞刘飞 哈哈 你改姓了 哈哈哈哈 你不是姓熊吗 熊子熊 熊子熊 对 好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特别仓俗的这个介绍环节结束了啊 我们今天还有个主题啊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白色城堡组团问诊 你看这个主持人APP不太熟啊啊 你还现翻呢 熊哥那不是APP 那是PPT 哈哈哈 哦 对说做PPT 哈哈哈 APP熟 你上来聊聊了呗 那个大家去配音都看我们戏了吧 大家都都都配音了吧 好玩不 好玩啊 我就看着你我想揍你 你想揍我 真的是 我这怎么还有蝴蝶呢 为什么 哇塞这什么东西 蝴蝶 这是什么玩意儿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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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你刷的呀 自己给自己送的呀 有有 太热了 哎你们配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桌子上大家的签名吗 有我的签名 我这在配音的桌子上看到有高兴老师的签名 还有图老师的签名 然后我也签了一个 后来你们去配的时候你们有签吗 没有 我是穿过那个有高兴的 然后我签上了 他们可能不是同一间 咱们三个可能是在同一间 对对对 第一件 第一件是中间屋 你们那个笔是可以擦的 我拿个橡皮把你们签那边全给擦掉了 这符合你的人设 真的是 蝴蝶你在哪呢 我在甘肃 干嘛 他说干肃吃羊肉啊 吃羊肉啊 吃羊肉 我想吃 单纯的去吹风沙呢 没没没 陀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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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老师在哪儿 陀老师在那儿 浪着呢 骑车呢 嗯 他一边拍着蚊子 一边骑着自行车 然后冲进咖啡 太多了 不只骂人 他的直播间会被封掉的 所以不能骂人 哈哈哈哈 没事 星哥你要是有些需求我们转体直播间 你让我师父表现一下 哎 下一趴是什么来着主持人 下一趴这个下 你看又忘了吧 哈哈哈哈 你不行我来发布一下我的老本行吧 不行我来 哈哈哈 下面有请密思诗 下面有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白色城堡的直播间 又从第一趴开始啊 第二趴了 我们开始进行 最上激动人心的有抽奖环节 游戏环节 哈哈哈 下来就是抽奖 下来就是抽奖 奖品谁准备的 施女士准备奖品了是吧 白色城堡羊导准备 嘿嘿 哎呦真的是一个不带线的人 你这么欺负人家 嗯 我有你没有 什么我有你没有 这不是喝酒游戏吗 我们今天又没得喝玩什么 哈哈哈哈 你看来真的是想让 观音哥的直播间直接封掉 反正是他的直播间 我们这不是白宝的精神所在吗 就是霍霍别人 完成自己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是一个很有爱的剧组啊 我们整个戏传递都是非常正能量的 大家互帮互助的 啊 请这位导弹的同学好好吸油啊 你快继续你来继续擅长的进入下一趴啊 好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我们其实这个游戏 我们之前在组里有玩过吗 就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玩过吗 就是你有我没有我有你没有 你在我们组玩不玩过我不知道 我看你的样子应该在别的组肯定玩过 哈哈哈 我想我可能跟小熊在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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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刻一起玩过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先说一下游戏规则 哎这个这个是小熊最擅长的呀 我有你没有 不是我说你跟那个网友朋友说一下 cue一下流程 然后说一下游戏规则 我的脚本里面没有 只有负责玩的这个 啊你的脚本只有负责玩 真的是 我的PGT只有负责玩的 这个不是很简 啊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 一人各自以剧中的角色身份来玩 你有我没有的游戏 然后呢 这个这个环节的目的是为直播娱乐一下 呃这个 那我就先开始呗 好吧 呃 这个我看看啊 我我在戏里面我有双肩杯 还是粉色的那种 有双肩杯 呃 在我这没有 那我 有 有 有独一关的 嗯 什么你卡了 我说我在 在戏里面我有锦辉独一无二的那种 可以可以 哦可以 我有答应 我有徒弟 呃 博士的那种 啊 行 你看了 他肯定看了 看了APP的他 天天看APP 我就记住这一个 完了我没看了 难道你看了我的你不看你自己的 我有我有我有一个好舌头 我有一个好舌头 尝一口舌就知道是怎么顿的 这谁给我写的文矮 你这个不对啊 诶我这APP上写的不是 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你是 是有直性子 能刚能怼的那种 是谁把你的PPT给改了是吗 小熊小熊都笑的脸红了你脸红什么 咱们这个主打一个真实呗咱们这个直播 哈哈哈哈哈哈 绝对真实 人家人家上面第一行 你们都没有 写着挺真好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高兴哥高兴哥 对 那个那个我 我在剧中 赶紧看一眼PPT 我一个成家的 卡他是什么 他是成家第一个成家的是吧 因为他有他有家庭系里面 对对对对对 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成家的 哦哦哦哦哦哦 不是啊 后来我也结婚嘛 没有说乖的东西 干杯 已经有孩子的 小熊 小熊 我在里边刘飞有医学太早的爸爸 哈哈 嗯可以可以可以 我跟你说 刚才我师父跟辛哥对话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直播的时间 是8分50几秒 如果让他们两个再聊下去的话 我们电视剧要播完了 完了 别说了 所有这种关系 摊牌了 不装了 直接下一拍 下一拍 这么着急来 好我们直接跳最后一拍 哎呀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今天感谢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 然后8点准时收看芒果TV小桌单卫视白子城堡 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好今天直播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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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是 是谁 是谁 知彼熊吗 不是 这是俊贵 这是第一手 但是他 他必要抗拒镜头 只要拿 拿手机一拍出来 然后他就会躲起来 他叫什么 他叫伯金 哎呀 伯金你赶紧走 你的嘴好处 嗯 不知道他刚才吃的这么一股味 来 快走开 嗯 对不起现在是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现在进不到第三个第三个环节 来 我们的环节进入好快啊 进入太快了 我看看 我看一下啊 他预估的那个游戏环节给我们十分钟 其实我过五分钟就完事了 啊 我们就三个环节 只要你在这干说玩不下去的 这个 这个 环节三呢 是互动环节 我们一起呢 用三个词来猜一下剧中的决策的名字 然后呢 大家要说出三个与决策性格 人设相关的一些词汇 其他的 几位老师可以猜测一下角色 呃 对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剧里面角色的性格和人物 所以开始吧 这个可以从我师傅开始来行动一下 让我们猜猜 哦 等于我说我说几个词 然后那个猜猜我说的是谁是意思吧 是你要是没有没带APP 我给你发过去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哈哈哈哈 他们发过来了 等我看一眼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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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纯粹 哈哈哈 在演热血翻 职场蒙心 职场欲霸 规则运烫机 你就说了几个呀 啊 一个吧 就是一个人吧 不是不是 我我师傅喜欢超额完成KPI 他就就能走多聊吗 对不对 哈哈 是一个人吧 你问我 问你你讲的是几个人 这这谁给报销 应该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吧 是我们在聊 在猜角色 你问谁给报销 报销什么呀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不会今天晚上 你在什么什么地方吃着饭 都要让我们剧组报销吧 这不这不可以啊 没有 白色生导不承担这些额外的费用 我跟你说 真的是 不是我这个什么 刚才我骑了十几公里 我现在脑子有点缺氧 听你们的话有点滞后 哈哈 哈哈 我的我的手机 你叫我这么好吗 然后突然又发给我一个PPT 那么多字 然后看的不太明白 反正 反正我觉得是一个人这个 这个是一个人 是猜一个人 是吧 他是一个人 对 对 你们感觉不要重音 不要聊重音 你们现在感觉猜的像是猜一条狗一样的名字 你知道吗 猜一下 要不要把你都猜到我 好好猜一下热烈的发言 你们猜一下小熊发言 快猜的是谁 这个职场育霸 对职场育霸感觉像是渣男的意思 不是不是职场育霸 对啊 育霸是什么意思 超爱洗澡 育霸就是洗澡 超软吗 超软吗 软 所以我觉得是娱乐人 那个育霸 我说怎么爱说话 他很hot 他很hot 所以他是育霸对吗 哦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快快 假装假装很难的猜下去快 啊 谁呢 应该是 哎呀 好了好了 大家都猜不到 让我让我来辜负答案吧 哈哈哈哈 我师父口中的这个优秀的人呢 就是王阳明 对就是我饰演的角色王阳明 感谢大家朋友 感谢你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那个你那个报销东西不超过一百块钱 我就帮你报了啊 看着你刚才跟我捧着那根份啊 好 好了 这是你了出去 到我了 我这个我跟你说 这很难啊 这个人很难 因为我的心中都非常的抽象 就是 顽皮逮楼啊 嘴很硬 心很软啊 然后 然后他喜欢飞行车啊 还戴着眼镜 就是直播还喜欢戴头盔啊 哈哈 不敢说 发型 然后还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除了哈 还不敢坐在风景很美 然后 这个 很大的地方啊 猜一猜这是谁呢 哦我这个题好难啊 真的是我自己穿都 我刚才说什么都忘了 最近脑坑是吧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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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都不要猜了 让我来公布这个答案吧 路易十三 谁的评论 路易十三适合玩上 既然大家都猜出来了 那就下一位吧 公布一下 可可你呢 我来说啊 他有一个好爸爸 什么 他有一个好爸爸 然后他爸爸 我们这儿里面都比不了爸爸 这太明显了 这个太明显了 我说的这个明显 他有一个好爸爸 拼爹了这活儿了 现在该小熊了 到我了 对 对 来认真的看一下 你千万别说 反内卷达人 然后呢 儒雅稳重 我说那肯定不是他 那一定不是他 这儒雅稳重 你整科老好人 那 老好人那是他 很矛盾啊 那这个TPD给的不对 儒雅稳重不符合 没有没有 对的不对 小熊喜欢记性发挥 可以可以可以 记性发挥 记性发挥 试试 别看PPT了 赶紧想词快 我来形容嘛 我来形容 坑枪玫瑰 然后 你这个声音 我觉得你要唱出来 你光这么说不行 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 是带着 是带着这种音调来的 不我会唱 但我忘词了 这就跟我日常差不多 就是第二我知道 但词我记不住 你知道吗 没有关系 你先打开百度 搜这首歌 歌词自己弹出来 给你30秒的心 不是 单独表演节目 要加费 要 给你报销了吗 不超过100块钱呢 白泽车忙给你报销 快点 还有萨爽美女 我要把我的KPI完成 还有 还有 坑枪玫瑰萨爽美女 A B面女神 那不能 这不可能说形容我的吗 那还有猜吗 没有 万一这个直播间有谁自恋 就喜欢说自己呢 像你一样 不用猜了 这么冷场好吗 也就我们两个人 不用猜了 这就俩女生 只有两个人 猜中了 猜中了 太棒了 那我直接形容一下 实施那个角色吧 我就不用 大家不用猜了 是他演出 最后他是讨厌大家智商 对 然后他就是急诊科的青春小白 就是大家玩游戏的都知道青春 也是的 我就不加解释了 然后还有就是独立一些的 职场打工人 就是在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最 最有个性的一方面 就是怼天怼地 嗯 那不是太迷惘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太迷惘了 什么太 谁 谁 他说那不是怼天怼地 直性子 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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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怼天怼地 怼忘物 那样 来下一个环境 整顿机场来的 没有没有 下一个 下一个 看一看 哦 这里面可以涉及到剧情的一些内容 刚才我师傅说我是职场的萌新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 在8点钟大家即将看到我们这个 孩子兵老安康医院招新的有点调乱 然后我跟小熊会有激烈的竞争 还有就是刚到医院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带我 是 对 我是冲不出去的那种非常烫手 砸我手了 烫着你了师傅不好意思啊 何止烫着我啊还扎手呢 扎手没烫着嘴巴 扎着脚了 哎 这是直播间 假说 一会儿给你封号了 扎着脚 看看啊 还有这个 呃 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 你们聊啊 我在做功课 你们今天聊你们的呀 你们在干嘛 我 你们也在做功课 我刚才在看你头顶的旋 嗯 你一个旋 对 就说明你的脾气可好了 嗯 好人了 难怪你越来越帅 嗯 太棒了 你赶紧看PPT吧 快我录啊 都快没词了 快点 还没找到在你那行 听到魂节寿了吗 对 哦这个 这个魂节可以啊 说这个 因为刚才这个 诗诗用萨爽美女来形容了盖盖 然后 是不是可以 可以 让盖盖来个 萨姐三连拍啊 真的会谢 主持人 哈哈哈 是不是 把我们的流程拍照 都全部添加 直接进入这个最精彩的环境 我现在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那有多余的 这个吗 萨姐你这不行 这是蒙姐不行 这太蒙了 来换一个 不是我是说有这个吗 多余的 没事 我跟你说盖盖你表现好了 今天我回头跟白的生宝 跟他们那什么去报销去啊 没问题 可以可以 那那那那就是 我是模特出身嘛 然后 如果自拍的话 萨姐三连拍的话 就你们不要都这样盯着我 真的很可怕好吗 啊有呗 呀 这个动作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一起来一下吗 挡太阳快点 挡太阳 快点快点一起来一下 实实 实实又在这儿溜号了 真的是 然后你还看报销的凭证呢 你这太好 摸脸摸脸 爆销女神 来好 胸腾 我在干什么我在 你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完成了 那个 你走不是在这边吗 这不是我的火吗 对啊 哎 不是在庞老师 这不是我的我的火吗 你怎么把我的火又跑了 这个环节不是该我来Q的吗 是吗 我都跟你说他刚才看窗门了 是啊他看窗门了 是啊他看窗门了 我就这一个功能 都完成了我 今天没带眼镜不好意思啊 退下了 没带眼镜不好意思 哎 哎 现在是不是因为没有播 所以不能说小熊和 大家之间的人物关系对吗 可以简单说一说 别说的太 别说的太透彻就可以 放心说吧 就你的表达能力也说不透彻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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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就是 我我 我 我当时想聊一点就是 但算了 算了 他们不让我说 算了 可以说明明今天马上 谁啊 你也不知道啊 我们我们给你听明明 有什么不能说的 就是啊 你要不你来说 你都念完了 哈哈哈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 那台本里面Q嘛 Q说说想让我问问看 熊 熊子齐和彭二世 就是在这个医院上班的第一天 是怎么样互相卷的 那我就想到那后来的这些 你们俩的这个人物关系 还蛮蛮有趣的 所以讲到第一天开始 你们俩怎么就开始卷上来 因为我没有参与前几集的拍摄嘛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 我只知道你们后面的事情 我不太知道你们前面的事情 呀没看剧本 对不起对 我要发给你 哈哈哈 你要找我们单位报销 然后你可以不参与前几集的拍摄 但是前几集的剧本你都不看吗 哈哈哈 你们也没有我呀 没有你你就不看台本了吗 你们不要 这个环境 你又不要再出去聊了 哈哈哈 再聊下去 他下面的合同就签不了了 对我还傻 我明天下期 因为我也怕还行 哈哈哈 哈哈哈 开玩笑了 来说说呗小熊 大家来说一说呗 咱们第一次见面 因为今天大家一会看到 这个内容的戏嘛 啊 小熊多说说 你刚才一直也没说话 来 就是第一天去了之后吧 反正我就看完了 我觉得咱们俩这个 挺有趣的我觉得 咱们能说普通话不 咱们就是主打一个 真实在这个 咱们这个白宝的直播间 哎我跟你说 小熊 咱那一点 你整的我觉得 带劲了 我跟你说 我人家都比的是 比的是学历 我们俩比的是身材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以身身材比较这个 出众强行的体积的 摆设城堡的这个 备选名单跟他要 那一个对吧 这个上岗的名额 下一个问题 施女士你别看着报销单子了 谢谢你 不是我怎么在剧中 被两人卷到的剧情里 我被你们俩卷到哪里剧情里 哦哦那个卷啊 我以为卷到他们之间什么剧情里 卷王无人能逃 那要论卷的话 我觉得安康医院每个医生都很卷吧 就是在系里面 包尤其是陆老师 闪闪发光的陆老师是最卷的了 嗯 是吗 他都卷到外单位 怎么卷说说啊 啊 我说 我找不着了 陆下说说怎么怎么卷了 又要又要做手术 又要带学生还要做饭 送给 对最主要还得谈恋爱 对还得谈恋爱 哈哈哈 对对对 时间管理大师 他们都固定 主要是谈恋爱比较 比较上心 嗯 他们说了如果谈恋爱 男生比较恋爱脑会比较好 一个他比较能够进行下去 是吗 对 我很期待这一趴 哎 舒老师抓到了人物的精髓 好久没在戏里 好久没在戏里谈恋爱了 那师傅你在戏里干嘛天天起定车啊 哈哈哈 在戏里天天带孩子 哈哈哈 哎我们白色城堡是不是 是几点钟 是八点钟 还是七点 还是 几点钟 八点 哇 哇 白色城堡马上就要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了 大家记得追剧哦 你们没有拿到这个指令吗 那是最后的ending 我谢谢你了 我 不是我刚刚接到的上面上面发下来的指令 你看串行吗 我又串行了 你们你们快也说一遍 快 接人喊一遍 哇 白色城堡马上就要在湖南卫视芒果TV播出了 太接到了 八点钟 哈哈哈 我没接到因为我只有一遍 我跳过 那讲讲吧 趁着还有点时间讲讲就是 戏里头看看每人觉得最有意思的 最难忘的戏是什么 我对不起师傅 我这我我我我插我插一句话 因为今天我在看脚本的时候到环节4的时候 他写的是感受及趣事分享 然后我一看说环节4感情及趣事分享 我说这个这个为什么要分享感情呢 一看哦看错了 然后还有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刷微博 然后不小心刷到了这个师傅的一条微博写是 今天白就是大体的意思是今天白色城堡就要上线了 然后他已经录制了 然后请看他这个淡定的出演 淡定的淡定的出 他写的啥人是出 出 出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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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成了淡定的出演 我说现在这前辈们都都这么对吧 就都都这样了吗 都这么卷吗 拼描淡写淡定的出演一看啊 看错字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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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怎么能招来这么一大傻子呢 哈哈哈哈 我真的 我都能跟你呢 就你笑了 你看那四个人冷漠的脸 真的是 一般到这个时候 应该进行删情的环节了 真的是 没关系 大家相信啊 戏里面只会比这个 比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就像那个图图哥说的那样 我们大家说一下最难忘的一场戏 然后我们就说 好你们先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就大家看花絮应该知道 我在这 但我以前其实演过一些行政警察 但我从来没想过片警 就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会辛苦很多 它不仅到一些危险的情况 那也会一些去群众的调解 然后我在戏里面我最难忘的一场戏 就是我们从安康转到西安拍了一场打戏 是在地铁里面 然后是我跟万英哥 但是呢 他倒是挺舒服的 他就主打一个睡觉 然后醒来被打 然后我呢 就在地铁里面至少打了有将近快三天吧 对吧 好像是三天吧 然后那个时候的西安特别热 然后我们在的那个地铁 是一个就是不能用的那个 就是轨道那个 然后所以它里面其实是没什么空调的 所以那个真的是 我感觉要把我心脏病倒打出来 所以那场戏我还真的 嗯 是跟创作有关系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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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哄我说了 我说了 那个 这个CPT里给的给我的是咱们四个打架那场戏 说是比较难的 你们怎么都跟动作组有关系 是是 但是我 我想那场戏也挺好看的 但是其实我更 自己更喜欢的是 有一场 有一场我 我已经去私立院之后 然后我要回来 就是说就是 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院长问我为什么要回来 嗯 我说是因为我徒弟 我不放心他 我就是那场戏 就是说 有一句台词到现在我都记得 就是就是说 可能我看王阳明更像年轻时候的我 我不想让他可能经历我那些 很多的弯路啊 或者说是 是是是是是 所以所以所以我总想在某些地方能帮到他 但是呢我已经经历过这些了 所以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我说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工作 都是在在在在在在在 在干活 但是他是在救人 我词很简单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 因为作为医生嘛 咱们演的都是医生 就是其实 每一个医生 每一个白衣天使他们 他们其实发自心底的 其实都是有一份就是我一定要救人 一定是哪最需要我去 去去去救人命的 这个地方我才干 这个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一个点 我觉得可能是 我比较自我吧 我自己喜欢这两句词 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个这个这个画面了 我就我就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 我觉得我们白色城堡蛮有意义的 讲的不是医疗剧 都是这两个也就是很有责任和使命感 下一位 你刚才后半句都卡了什么都没听见 真的假的 我说的最关键 不重要你了 我认同师傅的那个 因为其实我们穿上这件这个白打腕 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的 因为刚才其实师傅也说了这个治病就是 然后特别是急诊 在我们其实剧本里描写的很多场景是 就是人不到那个特别紧的时刻 他也不会到我们急诊 其实我们进来的就是非常紧急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份责任是大于这个小我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白色城堡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然后其实因为师傅刚才在说那个话 我们想到那个画面其实就是 其实是历历在目的 因为现在这个白色城堡还没有播出 大家也没有看到具体的内容 然后我相信你们在看到的时候 也会跟我们有一样的这样的感受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们喜欢白色城堡的话 可以对吧 在微博上跟我们多互动 然后朋友圈也可以发一发 然后跟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去分享 然后都来关注我们 然后把我们想要传递的 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好不好 所以难忘的 所以你最难忘的是哪一场戏 其实我说实话 因为我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很都很多戏的 然后我其实把很多故事和单元 还有每些人 那个好多人物全部都串联起来 我其实每一场戏都都挺难忘的 所以这个还是觉得我觉得就是 我们把所有难忘的东西呢 导演还有所有的创作人员 把他们都记录成了这种画面 然后把它对吧 现在就在湖南卫视 然后再帮我们TV播出 然后我觉得如果假如说 我们的这种难忘的东西 都放在这种感受和分享 都能够让你们共情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完成的非常的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希望多多支持 要看我们的这个作品 其实是这个目的 好不好 好 对 最重要的是要看 一定要看 对 要看 好 我TV准时看 对 下面继续 是同学 我 我 我 因为我进剧组比较晚 因为我的戏份拍摄也比较在后面 然后 然后其实 我觉得每一场戏对我来说都挺难忘的 因为我真的在戏里和戏外 其实是比较统一的 就是都得跟不上套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 就是我还是对我自我有比较清晰的认知的 就是包括他们说 今天 今天 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我问那个谁爆销 他们又让我戴这个手套 这个戴这个手套 我当时就已经卡壳了很多次了 因为我的训练时间没有各位 这这么多人的训练时间长 我进组是最晚的一个 而且 自身可能能力也有些问题就是 然后就是戴手套演戏的时候 这个经常就也会卡壳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戏对我现在 现在我想想看 每一场戏对我来说都还挺开心 也挺难忘的 尤其是跟这么多优秀的各位老师们也合作 然后收到你们尊重的教诲和激烈的鞭策 师傅 师傅 刚才是不是低头在看什么 我当时感觉是在看PPT 我觉得他刚才是看的是前五集的剧本 看完了 还发给他 是 更发给他 你们不要比我立一个不看剧本的人生 好吗 很难洗了 我杀了你 你怎么还钻人财路呢 真的是 哎呀大家都知道开玩笑 谁会 没有所以我看到这个手套的时候 刚刚我就在想说还是蛮难忘的每一场戏 因为我是第一次演医生 然后我还有穿 我可以说吗 我穿我跟我有穿防护服的戏 我这个能说吗 反正都也说了 就是我有穿防护服的那些戏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已经不是拍戏期间最热的时候了 已经是相对于凉快一点了 但是我都觉得其实已经很难了 你就别说盖盖在那样的一个就是比较炎热的环境里拍打戏了 所以没上戏就我来说都还挺难忘的 而且我也没有穿过正儿八经的穿过在戏里穿过婚纱 戏里戏外都没有了 然后这次也也也也也就是哎呀不能好像也说完了说到最后了 哈 真的 你问你外没有穿过婚纱是暗示什么 能一晚上把戏全部都聊到最后大结局 对没关系大家也不知道是嫁给谁吗对不对 鬼知道也不知道全部成立了对吧 所以就蛮开心的大家一起拍戏 然后每场戏都还挺开心的 所以每次问我这种问题 哪一场戏最难忘 我觉得每一场戏都很难忘 我相信只要大家用心拍过 每一场戏的都会很难忘的 对吧 发言完毕 鼓掌掌声在哪里 来吧 我啦 最难忘的应该就是 最后一台手术吧 最后一台手术 那个抢救人 然后真的体验到了 医生在手术室去抢救人 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 因为通常就是说 做这种心碎复苏 是40分钟起 但实际上我平时拍摄的时候 我可能也就做了拍的图片 也就20多分钟了 但是当我这场戏拍完了之后 我回到房间 一会把我惊呆了 因为我里面的这个手术 已经放在石头 我现在就还留着这两个照片 然后通过那个我就知道 不能说是急诊课的医生 应该其实当医生 真的都很不容易 你特别是在手术室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理解 经常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 一些医生 就是那种做了大数 五六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一下来之后躺在地上 直接就 又是晕过去了 睡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才能体会到 所以说当个医生 真的不容易 是的 因为他我们其实做的 都是在跟死神 就是赛跑的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 因为那场戏 我新哥说那场戏我有印象 真的你想咱们拍的时候 可能顶多在里面 几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还能出来换个妆 休息一下 但你说真的做那台手术 七八个小时都是他 出都出不来 穿那只衣服 所以真的非常 我非常敬佩他 真的真的是 我做完了 小熊 我每一天都很难忘 每一个在白自由城堡里 非常非常的难忘 你模仿我 你模仿我 你的字不是这个 对 我的是什么呀 别打开看了 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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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写着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我最怕 第二年 我去年的事 我记不住了 但是这个感情 还是非常充沛的 对 就每次 你包括看这些预告片 我就觉得好像在看别人眼 好激动的那种感觉 觉得 但是在这个剧组里面的那种感情 大家一起来 每天为了这个 所有的患者 然后在里面 从上忙到下 从前忙到后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 或者说是也参与了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的体验 下一个环节 我们还有这个戏就要开始了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 我想问问大家 就是马上还有十分钟 这个戏要开播 大家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 心情 肯定不让你们下播 在我的直播间上来都是这样子 不要下播 那我们要看剧了 我要去看电视剧了 你真的是 你是要看电视剧 你还是有局 好啦抓紧时间 还有十分钟啊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徒弟 好 第一个啊 那个王阳明这个角色和你本身有相似之处吗 有 有 这个确实是有 对于工作的人 这方面还是比较 比较像的 星哥你能不能你能不能憋一下 星哥你牙瓦露出来了 能不能憋一下 第二个问题 剧中哪个医疗故事让你更能够感同身受 医疗故事 师傅我前面那个还没说完呢 时间不够了 还有十分钟 你就继续回答第二个吧 没那么多时间给你 胡月兰那个 那个那个单元吧 因为他自己来医院看病也没有这个孩子的陪同 然后 OK够了 好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剧中 你这个角色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 三十秒钟回答 热血 混费 再凑点词还不到三十秒 好 第四个 你是怎么看待医生那个职业 这个可以好好说一下 先向师傅看齐 因为刚才我们在前面说的那个环节里面 也把我们对这个这个感受还有其实在这四个月 给大家 真是真是 我们把我们把这个这个敬畏的心都放在了作品里面 大家可以去去去一起感受一下 来好好好 来我自己那什么啊 来问一下那个我师傅啊 你人为你 胡弟王耀明是个怎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人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 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太多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就是刚入职场刚进医院那种冲劲 那种出生牛肚部他不怕虎 什么都敢往前闯 但是我也知道有一条路必须他自己走 这条路呢 我可能能扶他一下 能帮他一下 但真正两条腿长在他自己身上 他得自己把这条艰辛的路走过来 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夫 所以我看到了他的热情 看到了他的这种执着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一生 谢谢师傅 因为其实因为刚才师傅也分享了一点啊 他说他之前好多戏都在那个带孩子 我觉得你这个戏戴王耀明也像带孩子一样 你说的这还真是 你说的这还真是真的是 就是那要不然我叫你 比大孩子累 那不就是你不就是 他的孩子不爽祸 那是不是我的好像位置有些变化 来第二个问题啊 如果我有一次机会的话 让你换一个土地会换吗 没有选择了吧 是不是啊 这这这别人还是不会要你的 也顶多能砸到我手里 就跟着我呆着吧 这不是他选择的事 就砸手里了 砸手里了 什么什么什么 我没听见 你认为路清奇 这个角色在急诊四节中是怎么样的存在 路也是怎样的存在 我听个low 什么样样 那个路你别你别拿长腰 我给low 我说那个别这么行 应该是重量级的存在吧 因为其实我在看小说 包括看剧本的时候 这个他是 他是他是咱们四个 四个人当中体重最大的 最胖的最壮的 所以我也为这个角色 增重了将近20斤吧 但其实还没有达到我心目中 路易的那种 那种撞劲 真的真的 我觉得 这个角色的外形 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塑造 还是有挺大帮助的 所以 所以 重量级的存在 下一题 好 那下一题 有在拍摄过程中 学到什么有需要知识吗 医疗知识 医疗知识其实挺多的 咱们太多了 那些术语啊 那些那些东西 但其实我 我更更更更更 更觉得有意思的是像 在急诊室里的一些 那种小的那种禁忌 比如说 好像是不能提一些什么 什么事 就是 就是 或者不能看看一些那个 我有句词好像 你不能看那个有医疗相关的电视剧 因为剧里头有那种 那个急剧的声音 会条件反射 对 会 会条件反射 会影响就是真正的这个正确判断 好像是这种 后来我还咨询了 我的那个护士朋友 好像还真是有这样的这个 这个禁忌 你没有这方面的这种吗 这种 医疗的方面 就之前没有碰到过的这种事情 感觉是变得很大了 就是有很多医疗的知识 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现在已经就是至少是在看到的时候 会有一些 这个 在知识上是有进步的 那下面 下面那个什么呗 让那个小熊跟星哥 互相疑问呗 然后我们把两位美女放到最后 好不好 来我讲 我俩就别问了吗 我没看PPT 我俩就别问了 我没看PPT 就因为你没看PPT 所以要问你 要问什么呀 你是逃不过去的 那我补充两句吧 我帮师傅说两句吧 好 真的像刚才 图老师 然后跟那个彭哥说的 包括我们杀青了之后 然后我回家了 我的家里人也 也因为一些突发事件 进了那个急诊两次 然后我再进去的时候 我真觉得好熟悉啊 然后很多那个步骤啊 或者流程啊 我就感觉一下就回了剧组 然后我也在帮那些现场的 忙不过来的那些急诊科的医生啊 我说我稍稍了解一点 我说我们赶紧 我觉得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 真的能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看了白色城堡的话 是的成熟了 成长就成长 可以再继续啊 你可以再提问啊 那个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赶紧把最后的三分钟 留给我们两位女士 来 请发言 请问盖盖在戏中 有没有解锁一些新的体验 打得更猛了 打得更猛了 对 对啊 他这个戏打戏很多 你好像是别的单位 看来的间谍 我真的 不是因为我 你们都可能都看了成片吧 我还没有看成片 给我们台阶线好吗 说你们都看了 快 没有 下一个问题 那你在剧中 你觉得哪个角色 最让你 说实话 或者你最佩服 我们戏中哪个角色 对 一个医生 挺敬佩的 包括这点的那些小的护士 都参与的很多 所以说 医生和警察 这些为人 保护的行业 我其实都挺佩服的 太好了 给他进去 在你心中 在你心中 就是你见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你看到孟焦阳 你自己对孟焦阳 有什么样的理解 或者在你心中 你觉得孟焦阳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孟焦阳跟我本人反向的 他很难合 然后很错 但是他又把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放在了自己的感觉 或者身体啊 身体状况 或者健康之前 所以他是一个还蛮大爱的人 我好像印象就是我去拍的时候 好像说你也是拍戏过程当中心脏有点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我太累了 我听见他说话 你觉得有哪些 我自己说吧 我自己自问自答吧 可以来 快就一分钟了 我就能回答一个问题了 随便选一个好了 包小圈 包小圈其实就是 因为首先第一 我没有演过医生 我很想很想演一个医生 就是就是这种职业里面 我最想演一个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演 我觉得就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小圈 在整个戏里面的这种状态也是 我看得见了 就是就是包括 不管是在单位里面 安康单位里面 还是在安康单位外 发生的一些性格上的成长 让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然后而且演一个菜鸟医生 职场新手 其实我觉得 就是在这个从事演绎的道路上 我一直也是把自己当一个菜鸟 当一个新手来对待的 所以其实还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好 回答完毕 那我最后终于演一下吧 来 大哥 感谢感谢各位老师这个亲情的加入这个这个白色城堡的这个开播的直播 下面各位来宾我们可以移步到芒果TV和湖南卫视 然后开始可以关注我们马上播出的白色城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后我们在座的各位呢 这个以后还会有机会跟大家直播再继续互动的 所以就多多关注我们进行那个探讨和讨论 然后我们微博去各种社交平台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谢谢大家 大家一定要关注白色城堡 然后如果你们今天开了今天的直播可以在弹幕上面给我们打暗号 对 对 先追逐吧 已经开眼了 开始吧 拜拜 拜拜 走 Let's go 拜拜 拜拜